看看新闻网 那所以虽然热可是开心 为了造型不惜满头大汗的古巨鸡 工作上是个纯粹的完美主义者 就如他此次为珠宝品牌担任设计师 不但在设计上亲理亲为 就连宣传画色用什么颜色 拿种纸张 以及模特该搭配什么款式的衣服 这些细枝末节也都由他全权操办 一用记载的话说 自己近乎偏执的意思不苟 实在有些麻烦 我是亲依亲为也完美主义 就是简称就是麻烦的人 那所以在这次的这个首饰的设计里面 那除了本身商品上面的设计之外 那还有那个平面上面的设计啊 摄影上面的指导啊 都是我来做 早在刚出道时 记载就凭借着扎实的美术公笔 受到了不少时尚品牌的垂青 由他设计的卡通形象 当年更是红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 近几年古鸡鸡有意放缓演艺事业的脚步 全新经营他的设计工作室 新店也不知开了多少家 如果将他分为香港男艺人中 最有设计天赋的 恐怕也不为过吧 从小时候就是主要画画嘛 就是在家里乱画 然后到念书的时候 画国画画画素描 然后到后来也画漫画 那到了入行之后 其实入行没多少年之后 就已经开始就是 为某一些的案子 就是做一些设计 可是那个时候 还是以个人名义 就是帮某些 某些project 一些案子做 可是这些年下来 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就因为觉得 设计上面的经验 算成熟了 那所以就已经 在几年前成立了 这个设计公司 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古剧机的设计功力 究竟怎么样 恐怕他的明星好友 最有发言权 几年前 因为亲自上阵采访刘翔 记载和这位上海大男孩 一见如故成为好友 刘翔对记载的设计实力 大为赞许 一度要他来上海一同开店 有过一个时候 阿翔因为知道 我有设计的这一块 那他有跟我聊到 其实上海 大家就是在这个 时装上面的 这个氛围 就是很强烈 你要不要也就是加入 就是在上海开个店 那我当时我 我跟他聊了很多 那可是因为我工作的 刚刚谈到的岗位太多了 那变成时间 时间上是我 我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那所以暂时我的 自己的店 就主要在 还是在香港 那我期待着 真的有一天 可以在 不同的城市里面 都会看到我的店 也许未来中国 会诞生一位 能与维多利亚 费克安姆 齐名的明星设计师 古巨鸡 要加油了 我应该帮我